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们 只要关心今天的天息 有几个重点提醒大家 在礼拜一的时候 东北风稍微减弱了 但是到礼拜二 东北风又会再度略微的增强 这次幅度 增强的强度不算是太明显 但是也要稍微留意一下 在阴风面的北部跟东方部地区 气温还是比较偏低 中南部的话 受到的影响就比较小一点 但是还是要留意 GOM差会比较明显 那么到礼拜三的时候 东北季风稍微短暂的减弱 但是很快的礼拜三的 下半天到礼拜四的时候 东北风又再度增强 而且北部跟东方部地区 雨时会稍微增加 尤其在礼拜四中午过后 那么中南部的话 还是维持晴时多云的天气 所以这个礼拜的话 北部东北部要特别留意 天气的变化会比较明显 尤其在礼拜四过后 所以大家要留意 中南部仍然是要特别留意 雨季温差比较大 那么另外像这样子比较湿冷的天气 是比较容易有晚异病出现 那么晚异病就是 像图片上所看到的 这样子叶片容易出现这种 被水 水浸的一种 形状的一个伤痕 那么也提醒大家 特别当心 那么另外就是近期 东方果实营的数量有上升的趋势 要提醒大家做好田间的卫生管理 而且可以在田间悬挂 诱沙的资财 另外来看一下天气的部分 大家最关心的天气 到底什么时候有变化 刚刚所提到的 礼拜二东北风稍微增强 大概持续到礼拜三 那么实际上 礼拜三是会稍微减弱的 但是可以看到 礼拜三晚上深夜的时候 东北风又再度逐渐增强 到礼拜四的时候 除了东北风之外 水气也略微增加 可以看到Info面 北部东北部东北部地区 东北部地区 水气有比较明显增加了 那么这波 这个东北风 讲水气的话 至少是持续影响到 大概礼拜五左右 所以提醒大家 特别注意礼拜四之后的天气 要规划一些农忙农事的工作的话 可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 来看一下什么地方 比较容易下雨 其实最主要 礼拜三之前 降雨期都是偏低 礼拜四礼拜五的话 水气南下 东北风增强 要特别注意 我们的Info面地区 降雨几率就变高了 甚至从未来四天的 降雨预测图上面可以看到 在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的基隆北海岸地区 还有东北部地区 可以看到这个降雨 是比较明显增加了 先是局部地区 于是可能会比较明显一些 东半部的话 也普遍都会有些短暂的增雨 至于在风浪的话 要特别注意 在礼拜二的时候 这个东北风增强 所以要特别注意像是新竹到陆港沿海 东西安平沿海 俄罗安比成功台东附近都是大浪 其他像彭家雨 宜兰苏澳到花莲的话是中浪 那么在离外岛地区的话呢 要特别留意的是我们的金门 澎湖跟绿岛南雨是大浪 马祖跟钓鱼台的话是中浪 就是在潮汐的部分 礼拜二全台湾都是大潮 那么到这个离外岛的荒呢 也都是大潮 至于在温度的部分 大家都要特别注意 尤其北部 低温没有什么太明显 变化大概都在17到18度 但是白天呢 高温就会受到天气的影响 会有比较一些明显的起伏 礼拜三之前还算这个舒适的天气 大概24到27度 但是礼拜四到礼拜五到礼拜六的荒 华南下一波冷风气难下 所以高温会下降到只剩下20到23度左右 要特别注意 礼拜三到礼拜四的温度起伏是比较明显的 南部就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低温大概20到21度 中午高温27到28度左右 所以这个礼拜来说的话 中南部地区还是维持借温场比较大的天气 北部 东北部的话要特别注意 礼拜四之后 东北风增强 水气也会比较明显增加 会变成比较虚冷一点的天气 要特别当心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农业气象 下次再见